经纪公司官方宣布 他们会帮助汤杰参加2021年NBA选秀 赶紫经纪公司写道 在与汤杰及其家人 经过深思熟虑的考虑与沟通后 我们决定帮助汤杰追逐梦想 参加2021年NBA选秀 全英会议赛后 汤杰变在上海与NBA履历经验丰富的 训练师开展特训 补强投射与阅读比赛 控制节奏的能力 每一个有梦想的人都应该值得尊重 汤杰加油 汤杰出生于1999年3月16日 刚刚随着福建南岚 打完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二个赛季 场均能拿下6.1分 1.4篮板和2.7次助攻 由于汤杰在场 经常会有一些无厘头的比赛镜头 因此成为了球迷调侃的宠儿 称他汤神永远的杰 但性格开朗的汤杰 反而乐于和球迷聊自己的失误 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球迷的支持 根据NBA的选秀规定 汤杰需要报名 他能参加今年的选秀大会 任何在年底以前不超过23岁的球员 都需要主动宣布报名参选 在此之前 效力于上海队的中国球员郭浩文就表示 将会冲击今年的NBA选秀大会 而汤杰也在规则内做出了参选的决定 接下来他和郭浩文 以及其他有资格打算冲击NBA的中国球员 都相互接受一系列选秀相关的训练营和对抗赛 或许汤神不能被NBA选中 但这样的训练 无疑对他的职业生涯是有极大帮助的 感谢观看